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是说豪宅名车 而是什么呢 是阳光 是蓝天 是空气 是水 是绿地 它这才是高级生活 那个时候我不同意 我去了趟细尼 我同意了 我就发现 你看我这一路飞过来 细尼阳光 香港阴雨 我给你看看细尼的照片 我觉得这地方重点在照片 你瞧 我在这这照相机就寻找夕阳了 你看这 寻找阳光 你再看下一张 你看这是它的这个海港 我在香港也能拍出这样的照片 哎呦 但是香港 人家这个楼 你注意到那个高楼没有 就唯一的那个高楼 在当地还引起过一个争议 说不应该建这个高楼 影响了我们关西洋 你再看下边 你看也是夕阳 你再看下一张 你看就是当地的一个记者跟我讲 到后来我体会到了 他说这儿就是彩色照片 你好像今天我飞回香港 正好是阴雨天 我的确有那种感觉 从彩色照片一下子 怎么又回到黑白胶角了 灰蒙蒙的都是这种 那个地方真是彩色 色彩都那么饱和 其实是能见度高啊 对空气好 听文涛这么说 我们真觉得 中国的各级干部 应该多出国考察 没错没错 文涛同志 我最赞成大家作用工会考察 你看回来以后 都是对共产主义有新的理解 我真的觉得 这个中国人民 应该可以到地方看看 别老说什么 长别人威风 灭自家志气 你去看看 有些地方 你就觉得害臊 然后自己回到家里 也保护环境这方面 多少能有点这个意识 滚耐 你看出去的资金是怎么来的 可能回来以后要加紧盘剥下一次才能出去 对对对 公费旅游嘛 不过但是你说悉尼这个 你刚刚说那个生活高值数生活的标准 对 其实这个东西 比如说前一阵子不是流行讲北欧跟中国的比较吗 说北欧的民主社会民主主义吗 但是你看北欧的生活方式也是很有趣的吧 你看北欧是怎么样 很简单 像丹麦 上回不是也跟你说吗 丹麦那么有钱的国家 全世界排行第七 多有钱了 哥本哈根 是欧洲其中一个数一数二的富有的城市 车上没有什么大奔的 街上没什么大奔的 人家澳洲人都骑脚踏车 街子一车的多 一个个长得湖背熊腰的 那家吃牛肉 我跟你说 吃牛肉 他这个 是行吃牛肉吗 别吃英国牛肉 世界上最好的海鲜 我跟你说人家那海鲜很好 他有一个大的海产市场 旁边是一片草地 草地上密密麻麻的 收了那里旅游公会多少贿赂 当然人家管吃管喝 我也得收上 来来来 进进一误 哎呦我的天 不是说贵的富贵 世界上最好的 一般的老百姓 哎 在草地上这么一躺 就是这么野餐呢 衣服也穿的少 衣服也穿的少 然后到里边买 我跟你说 那个龙虾当馒头吃 嗯 龙虾鲍鱼 龙虾当馒头吃 有什么好吃的 哎呦 好吃 我真是不想回去了 对 就不想再回太阳 不是 心情也好 我现在明白 这不是说现在中国这么多抑郁症吗 当然外国也多啊 我现在相信啊 抑郁跟这个阳光这个有有点关系 对 你比如说我平常哈是有点抑郁的 但是啊 我发现你在细尼啊 在那个情人港啊 达林什么达林哈勃 达林哈勃 对 情人港 那个海啊 蓝得不得了 那个阳光 我想我即便到了这工作 遇到点什么挫折 心情不好 我在这儿 我的忧郁都是美丽的 你知道吗 就是 那 我就觉得 从阳没外 不是从阳没外 而是想到我们的家国 我们伟大的祖国 虽然有时候太阳不得明显 但是精神上的阳光 格外充沛 对啊 我连看书都看到阳光了 以前郭沫若的诗机的吧 天上的飞机上 难怪阳光格外的名样 机里跟机外有着两个太阳 他这人就忘不去 当然 这得背起来 你还别说 还特别巧 讲阳光的 我就是8月8号那天 就是奥运倒数一整年 三百六十五天 哦 讲讲那里的奥运的 悉尼上一个奥运的 前一个奥运的主办地 在前一天晚上 我心血来潮 我去到天安门广场看看去吧 我都不知道他们要搞活动 我一看 光芒万丈啊 不是封路 我看见了 我一看天安门城楼 怎么都紫了 你知道天安门城楼 我就发现这个导演打光啊 我自己瞎想 我认为他一定受到了 当年东方光误导史诗的启发 或者受到了当年 我们带的一种像张 你记得吗 天安门 后边就是像那个折扇一样的 那个灯光 对 像那个辐射线 你那天晚上 你要在天安门广场现场看 你觉得跟当年看的那个像 那真叫光芒万丈 就徐老师说的 精神的光芒万丈 象征嘛 结果那边 悉尼那些旧场子怎么样 我看不见旧场 悉尼就是一样 我跟你说 其实我觉得悉尼啊 是个挺朴素的城市 我说的好 不是说你说楼 哎 说实在的 也没有咱像香港中淫啊 或者北京的一个什么 咱的淡啊 咱的潮 没这些的东西 最多是个悉尼歌曲院子 最打眼的了 对吧 其他的楼 普普通通 我跟你说 这个就是一个 我就觉得 我就知道阳光 那么好的空气 那么透明的能见度 很多的草地跟树 那么蓝的海 然后呢 就是 你比如说 我们坐着船出海 它这个城市啊 是由一个一个海湾组成的 蓝宝石一样的海面上 白翻点点 老百姓都在海上玩呢 老百姓都在海上玩船呢 你知道吗 后来我就问他 在电视台 他说其实他们这儿的人呢 电视节目一般收视 也不是特别高 这他们说这儿的人 最喜欢户外运动 也不大关心电视 你知道世界多不公平 那加拿大 澳大利亚 地方比中国小不了多少 咱多少人 十几亿 没法 人家两千万人 对 你才两千万人啊 就深圳多一点的人口啊 深圳加广州啊 就那么大地方 你说上帝不公平 所以咱国家活到现在 这样很不容易 你仔细想想看 哪能那么兜阳光啊 草地啊 这个世界上有资源的分配的问题 这也不是公不公平的问题了 因为我们的人口的成长 是有人为因素在里面吧 对不对 但是你说回这个悉尼 跟这个 你刚才说脚踏车 我觉得很好玩的地方是什么 就现在你发现很多这种 悉尼很奇怪 澳洲啊 虽然我们说接近亚洲 但我们都说这叫西方国家嘛 像这些西方世界 现在都流行 南方国家 对南方国家 第三世界了 就是 对我去南半球了 对那是南半球啊 很高兴 然后呢就是都骑脚踏车 那边说最近巴黎不也是这样吗 就是开始实行吗 就是由政府出面 租脚踏车给市民 其实不是租 因为那是不收钱的 就是一大堆脚踏车站 在市街道上面 到处都有 老百姓喜欢啊 到哪去 我到呢就刷一刷卡 然后那个钱是会还回去的 你是等于付个租金 然后你就骑了这个车 就可以到处去跑去了 然后这个车呢 到了一个点上 你把它放下来 那么就当做是还了 这很方便 现在很多地方都这么骑脚踏车 这世界真是 这是绕道着来啊 咱们好容易摆脱掉 就是我认为 重阳媚外在一定意义上讲 没有什么不对 好就是好 不好就是不好 全世界哪都一样 对吗 你不是说 我就说这学会来一首 咱可以用于中国呀 这个我在那吃饭呢 人家见我抽烟呢 人家都不让 室内都不能抽烟 你知道吗 见我抽烟 你让人家给我一这个 说这是我们市政府提唱的 想见没有 你走在街上 露天 你抽烟 你看 啪一下 你打开了 烟灰缸嘛 小烟灰缸 烟灰往里弹 人家那都特自觉 什么垃圾分类啊 人家自己维护好自己的环境 所以你就想想看 这个奥运啊 这两个城市啊 要体现出来的东西一定很不一样 新年纪办得很成功 对 新年纪办得很成功的时候 它本来就很适合户外运动 对 本来就是一个很有运动感的城市 没错 而且环境好 空气好 那么所以最近呢 你知道这个北京奥运倒数一周年的时候 国际奥委会主席那个罗格啊 不是也来了吗 那么我发现很好玩的东西 就我看很多内地的报纸啊 就内地的报章 都说罗格盛战北京奥运准备的非常好 但是香港的报纸呢 都常常用它另一番话 它另一番话是什么 说北京这个空气污染啊 问题还是很严重 要是短期内没办法改善的话 说不定到时候的户外耐力项目 比如说跑马拉松啊等等 需要延期进行 其实我觉得 我觉得作为中国老百姓啊 真是最美好的愿望 就是也不是说攻击政府啥子 就是说你去了 为什么我觉得你应该多去去啊 去了之后你就会觉得冤呢 为什么我这辈子 不能生活在这样纯净的空气之下 就是要是奥运为契机 对吧 这不叫攻击政府 这叫汉籍 不是 这对中国的感情不够 咱北京的空气能更干净一些 那不好吗 那好 能反对我们 对吗 去广告吧 广告之后见 还有那个白色的螃蟹 你知道吗 在澳洲 这都是甜的 而且这个 说正事 说正事 说奥运 奥运在哪个城市办过 就会永远留下一个疤 有的那是光荣的疤 有的是痛苦的疤 你去蒙特利尔 那旧馆子 旧的体育场 都会旅游 都会带你去看 然后就告诉你 当初赔了多少钱 那些馆子一点都没有 巴塞隆那 那个馆子也不怎么样 他也赔钱 巴塞隆那 奥运很成功啊 可是现在市民都说 你看那几款 那个奥运村 气气凉凉的 那个悉尼是成功的 洛杉矶办的好 他没盖多少 他本来就 雅典呢 雅典呢 他们是花了钱 其实是赔的 但是他对今后有好处 因为雅典呢 是一个发展中城市 欧洲的弱势城市 所以他盖了很多设施 北京我估计也是这样 就是说这一次肯定是赔的 但是以后呢 就造福后来很多了 你以后那个鸟巢啊 水利方啊 一直可以用 但是问题是这个城市啊 通常主办奥运呢 就以前想的就是威风嘛 是洛杉矶奥运之后 大家才开始发现 是要赚钱的 要赚钱 但是我觉得不赚 没关系 最主要就是 你怎么样透过 搞奥运的机会 去提升城市的素质 这个城市的素质 有硬有软嘛 硬的当然就是 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 北京开始扩建 快扩建成功了嘛 这首都机场 本来就不够用 对不对 那你现在趁机扩建 它呢也很好 而且北京从来也有个问题 就从机场到市区 是没有那种高速铁路嘛 那现在也在做这个地址 很多事情 借着奥运这个理由 把那个整个城市的 这个现代化的水平提高 可是问题是 有一个什么东西要小心呢 这硬的东西弄好之后 还有很多软的问题 这软的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现在啊 有我发现 我现在看报纸上常看到 就是说北京为了 要做好这个奥运啊 有很多东西呢 譬如说尤其是某些地方 不像什么街道上 要拆一些老房子 那个只要拆的时候呢 就有时候出现一些争执 就怎么讲呢 比如说有可能有人跟你说 有发展商过来说 你这个我们为了建奥运 你这得拆迁了 但结果后来发现呢 奥运的场馆呢 或者是毫无关系 毫无关系 就是有人借着这个奥运的名义 搞拆迁 然后呢 来自己赚钱 有这种奸商 有这种有这种事 而且呢 像这种软的东西 说要提升素质啊什么 这实在不是你一年里面 短短的时间里面 说上就上的 这不能用这种心态 不过我想大家 大家是借这个为理由 比方说有些习惯 比方说到北京 你最简单的一个习惯 全世界比较少见的 就是哼哼 这你到哪儿 什么地方 你一听到这样的声音 我也有这声音 那声音上你不允许吗 你不觉得你在澳洲比较少吗 对啊 你得拿一个纸 把它自己解决啊 你这个东西 你不能随便到一个 谁都有啊 谁都有 但是人家有不同的解决方法 总不能说 你坐出租车 你是前面的司机 好而来 你就害怕 因为他窗一拉下来 往外一去 他还会风飘进来 跳到你后面等等 诸如此类 现在再好的设备 这个真是呼吁呼吁 问题是很多人 就像你刚才说的一样 根本就没觉得是个问题 我身上有这个东西 我就公私不分就出去了 这个我发现 我们也在征服老外嘛 我现在在北京 有时候看到有些老外 土都非常厉害 土都非常厉害 他也在土啊 入乡随租 他也来学习我们嘛 那多好啊 就是我们征服世界了 当然了 就是有些老外 也对中国有这个幽默 不叫幽默 幽默化的报道 我看过一个 说是德国哪儿 还有一个记者 说他在北京住了一年 他说我没有见过北京的太阳 我知道 前夜有点过了吧 他说北京的太阳啊 就是雾蒙蒙当中 有一个白 鸭带黄 有一个白 当时是批评他 就说你看你这过分 但是土壇的问题是绝对存在 根本不 还有一点 我住个酒店嘛 五星级的酒店嘛 我就问他 我说明年奥运期间 你们的房价是多少 我上次跟你说过嘛 对 他说明年奥运期间呢 他说大概 是现在 他这个房价 大概是一百多美金 就差不多一千多人民币 是五星级酒店 我说奥运期间多少 他说大概两千美金吧 我说两千美金 我说两千美金是指一个月什么 不是一天呢 他说 我说 我说 你怎么会可以这样讲 他说大概最好的一级的五星级酒店 在北京那段时间都是这样 那我说 我如果租一年的房子 因为你那两个星期哈 你如果他算两千美金一天的话 那不就三万美金吗 三万美金你就是二十几万 你可以租一整年的房子了 我说那我租你的房子 我明年租一整年 我不就也这个价钱吗 那有个什么很很直率啊 你问这衣服多少钱 一千块钱 全啊 就是你这边在说什么 抢啊 你要是到商店买东西 还说 说一千块钱一件 抢啊你 你是抢到 对 你说是看到有香港人这么说 像香港人那种很实在 全啊 我做一个比较的话 我在世界杯的时候到汉堡 意大利不是跟捷克比赛吗 当天在 我住那边那天 一般的酒店订不到 但是最好的那个 相当于四季那个 两百多欧元 那么便宜 两百多欧元 就是说人家在这个比赛的当天的酒店 还是这个家 比平常我问他比平的 他比平常多了大概百分之十几 很便宜 你说的是这个钱的事 价钱的事 我倒是想到啊 因为咱们不是去大洋洲了吗 是吧 对 哎呦 我听说 难怪 三句话不理这个 我有很多感觉 他脑子还没转过来 不是 我老觉得啊 我跟外国人有缘 当然外国人有坏蛋啊 我不是说外国就好 但是我叫他 我就外国人 我就看他们我喜欢 但是呢 我就在解剖啊 我这个内心深处的一个心理 我给你们请教一个问题 就是我这次在悉尼啊 就又感受到 就是说 一个外国人 哪怕比如说一个导游哈 呃 当你给他介绍 比如说说 哎 这是我们什么什么 什么著名主持人哈 你会发现呢 他那个表情啊 是 比如说介绍 徐德东是省长啊 你省长 他啊 你看他这 很赞赏 你知道吗 很正面 很积极 啊 就是他 他是这样 你没想到他装出来的吗 不是啊 我就跟你讲啊 哪怕是个导游 他是这样 但是 我就想我自己 你比如说 你要有人给我介绍 你说 这是我们省长 我发现是下意识的 我控制不住的 我 省长你好 搞半天员 你说这个 为什么我不爱见那些当官的 有时候就非要主持人会见 我们老板不是介绍 那这是 什么省长 我发现 我哭他了 就是为什么 见到外国人 有时候 我也忍不住 你心里是不是有什么艳遇呢 不是 高兴 没有 这外国牛 外国牛 有什么艳遇呢 选美去了 我就是让他们的车 拉着我到红灯区 看一圈 哦 没下车 就在车上 知道没下车 车上也可以服务 我们的领导公务考察团 那个赌场 casino 红灯区 他们不也去考察吗 那怎么不去我考察呢 对对对 关心一下南半球的姐妹 资本主义的黑暗面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你们明白我在说什么 我知道 但你说这个省长这个问题 我觉得要小心就是 这些外国人啊 他当然 他其实也是有这个分别心在里头的 比如说他要是让他碰到一个大官 或什么的话 说不定他也会想谄媚 那么只不过问题是 他在认识一个 如果说他认识一个中国来的省长 他不用谄媚中国来的省长 对不对 他说不定谄媚他自己的省长 但是问题在哪呢 就是他怎么样谄媚也好 他的第一印象 他的第一次跟人接触 见面的时候啊 他一定是保持一个一贯的那种友好的 对热情的或友善的那种态度 你知道吗 徐老师 因为你 你过去谈到过一个 比如说你说在印度 你好像感觉到穷人也有尊严 我为什么老这么想啊 因为我自己发现 我自己就是整个社会时代的这个产物嘛 我发现我自己有的时候很多心里啊 这个腰杆站不起来 真的 在有些官面前 有权有势的人面前 有的时候这是自己使劲挺直了腰杆 但是还是会觉得 咱们就是表面看人了 咱也听不懂外语 但表面看人 我看着外国人他见谁啊 他都是 你知道吗 就是说 不是说自己奴言悲息 而是说很高兴 跟谁都很高兴 因为我们是个接续社会嘛 我们呢 你见到当官的总会觉得害羞 总会觉得害羞 不会 这个做拘束状 不知道该干什么 你比如说像你见到个当官 比如说你见到个省长 那个省长 比如说我叫我是省长啊 梁文道是省长 你该喊我什么 你叫我省长 梁省长 还是叫我梁文道 还是叫我梁先生呢 你是叫省长的 肯定是省长的 但是呢 在外国人呢 他们一般叫这么一个人呢 他可能就除非 美国人是除非遇到总统 才会叫Mr.President 或者是遇到大法官 就是最高法院大法官 要不然平常你见什么 国会议员州长 都是叫什么什么先生 如果够熟的话 如果那个人很亲切 甚至是喊名字的 就是我这点就已经不一样了 会不会是因为 就是一个从小骨子里 人人平等的社会下长大的 那种待人处事 不是也不能说中国不平等 而是中国的人际关系复杂 总而言之 你不知道你什么时候 会跟什么人发生什么关系 而哪一层关系 会影响到你的生存 这种情况呢 在一般的资本主义国家呢 他们稍微好一点 他们因为是契约嘛 我交了税了 你再大的关也跟我没关系 他们也有 我建议员 拧昆汪